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邪乎了好多倍 而另外一边的黑狐也好不到哪去 他与那白狐妖的实力差了一大截 不仅倒横与人家有意味之差 同样是入了邪道的白狐妖 那妖力更是十分恐怖 B的黑狐一直没有还手的能力 此时的黑狐一直处于被动 被白狐妖压制得死死的 再说说另一边的廖凤仪和九头娇 他们面前正站着一个新的敌人 你们是单打 还是一起上啊 这家伙不简单 还是我来吧 不用 你等着墨北妖龙 这家伙交给我了 眼前的狼王是分得猖狂 虽然气愤 但是廖凤仪还保持着理智 他们要保存体力 神龙撒满轿 还有更厉害的角色没有出现 就在廖凤仪想冲上前时 突然身后响起了一声大喝 把这个带谋的家伙交给我们吧 也让我们兄弟尽些绵国之力 让他尝尝我们辽东三煞的厉害 回头一看 居然是辽东三煞 不知为何 他们竟然想要出战 也不等廖凤仪和九头娇说什么 冲到了狼王与二人之间 原来还真是人为财 死鸟为是亡 这三兄弟一心惦记着 三级领下的宝藏 而想要分宝贝 自然就得出力 再说这兄弟三人自视甚高 不吃亏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 没见到狼王的本事 他们是斗智高昂 这三个人别管能力如何 那气势可是够猛的 一个个怪叫着就猛扑了上去 虽然叫得凶 但是真正的本事被人家一眼就看穿了 只见那狼王突然仰头狂吼了一声 接着手上便生起了一层层的黑气 接着向身下的地上一撞 那地上立马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不多时 竟然从地下钻出了几个黑乎乎的狗头 当巨大的身体一点点地从地下钻出后 辽东三煞顿时就傻了 只感觉冷汗直冒 眼前的怪兽足有三米多高 明明是条鳄犬 却不知为何长了三个脑袋 眼睛血红放光 正恶狠狠地盯着三个人 在听那狼王的一声令下 辽东三煞立马打了个冷战 吓得腿肚子直转睛 得了命令之后 就见那三头凹拳眼中凶光大声 紧盯着三人直流口水 一副贪婪烈尸的表情 这可把辽东三煞吓坏了 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下 没事冲什么英雄 最先冷静下来的还是老三 这家伙是三兄弟的主心骨 此时果然能压得住场子 兄弟三人从地上分别捡起了一根木棍 把在村里偷鸡摸狗的那股狠径也端了出来 大吼了一声 攥着木棍就冲向了那三头凹犬 但事实往往是打脸的 三个人手中的棍子都没沾到鞭 就被掀飞了出去 这三个家伙就是出来搅和的 但好在引出了对方的一个妖兽 不至于后面被动 就在这时 狼王的声音又响起了 现在轮到你们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只见他的一只手突然腰变 不仅长出了黑毛 指甲也变得极长 一股强大的妖气 充盈在手掌上 到了此时 廖凤一也不想再多费口舌 他也想尽快解决这边 去援助小蝶和黑狐 两个人都发了狠 一声不吭地冲到了一处 打斗了起来 自从下山后 廖凤一遇到大大小小不少的事情 也沉稳了许多 不敢轻敌 一直在小心地应对着 深知对方既然能成为 神龙撒满轿的优势 绝对不简单 但是几个回合下来 结果却有些出乎意料 论拳脚功夫 这个看上去凶猛无比的狼王 竟然不比自己强多少 虽然各自挨了对方一拳 但是廖凤一明显感觉到 狼王的这一拳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而自己的力道 却是实实在在的 对上一招后 两个人谁都不好受 纷纷后退了几步 站稳身体后 廖凤一这边并未怎么样 而那狼王的嘴角 却渗出了血 嘴里的血腥味散开 那狼王不但没有显出痛苦的样子 反而眼中放出了兴奋的光彩 还不等廖凤一想明白 那狼王又一招攻到了境前 不过不管是从力度上还是速度上 只能算是一般 廖凤一抬脚便破了他的攻击 狼王的能力虽然一般 但却十分的疯狂 很快便又扑了上来 这一下廖凤一不再犀利 一脚狠狠地踹了过去 狼王忙着伸出双臂 架住这一腿 可廖凤一却发现 他似乎挡得十分辛苦 廖凤一翻身又是一脚 正好踹在了狼王的下巴上 身体刚刚站稳 廖凤一又栖身上前 一肘狠狠地砸在了狼王的胸口 顿时就将他击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大树上 这一下可把狼王撞得不轻 落地后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可是却见眼前人影一闪 一抬头 廖凤一的一脚 已经狠狠地踹在了身前 只听到咔咔的声音响起 肋骨八成是被踢断了 这一下廖凤一直接萌了 身为幼使的狼王 竟然就这么点本事 难道他在隐藏实力 可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接下来出现的一幕 让廖凤一终于明白了 自己还真是把这狼王想简单了 只见这狼王受了重伤之后 不但不嫌一丝痛苦 反而大笑了起来 舔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双眼顿时射出了两道红光 接下来的变化 让廖凤一旧有些头皮发麻了 只见狼王浑身长出了一层的黑毛 手臂上清晶爆气 指甲爆肠 牙齿也滋出了嘴唇 一阵黑紫色的烟雾散去后 那家伙竟然变成了一个半人半瘦的怪物 浑身散发出阴毒凶狠的气势 妖气更是冲天而起 廖凤一这才想起以前师父说过 有一些妖物的妖化变身 是需要鲜血和愤怒来激发的 看来这狼王便是如此 没时间让廖凤一多想 那变了身的狼王 眼中红光大声 嗜血的凶光一闪 便冲了上来 一眨眼的功夫 腥风一鼓 狼王就已经冲到了廖凤一的跟前 看来仙山一灭 已经全部陷入了北洞